Po 和Wuby 你們有沒有看過香港的港產片叫意外 有 古天樂祖的那套 對 個案情大概是怎樣的 個案情就是想殺人 不過就佈局製造成看你好像意外一樣 對 沒錯 其實今天我們也是講一宗禁的案件 不過是發生在日本的 這宗就是烏頭屬保險金殺人事件 今天這宗烏頭屬保險金殺人事件 發生於1986年 事發的主人翁 即是兇手 她就要神谷力壓力 在東京夜總會認識了一個陪酒小姐 她叫李佐子 原來在夜總會認識李佐子 她聲稱是會計師 實質原來她本身只是一個汽車廠裏做的工人 李佐子當時是做夜總會陪酒小姐 壓力很長 基本上每天都去光顧李佐子小姐 李佐子小姐見到她這麼支持她的時候 很快在一個星期之後就做了戀人 戀人之後 他們更加很快就結婚了 除了閃婚和李佐子一起之後 她買了巨額的保險金 其實阿力當初所謂的巨額保險 我們實質一點說是多少 其實那時候因為額實太大 一間保險公司都不受理 其實她總共是找了四間保險公司去買 總共的額大概是三億 計算一下如果1986年 三億日圓等於一千五百萬港幣 說回那時候的物價 其實太古城一個七百幾尺的單位 都是說七十幾萬 其實可能那時候已經買了十幾個單位 紀多婚通常去西班旅行 他們選擇去沖繩旅行 玩了幾天之後 但要短暫分手 因為阿力還有工作要回到大阪那邊 你坐姿還想玩了幾天 約了幾個 據說夜仲在一起工作過的女郎 三個就在沖繩飛去石環島 再玩了幾天 當初阿力本身是和他們一起去石環島 但阿力在機場的時候突然說 不是,我有事要做,需要回去 就讓他們四個小姐一起去石環島 由沖繩去石環島 大概需要一個小時的時間 但那幾個女郎,包括李座子和幾個朋友 去到石環島之後 李座子突然之間 像食物中毒一樣 就不舒服 敬亂,飆冷汗,各種各樣 當然送他去醫院急救 但去醫院的時候 已經是拯救無效 他已經是死亡 醫生覺得很奇怪 只是33歲的李座子 表面看是心臟病死亡 當然要找法醫解剖一下 看看他的死因是否真的心臟病 其實事發的時候 李座子表面是心臟病死亡 其實只是結婚幾個月 而他買保險 和李座子離世 只是四個禮拜 發生這件事之後 他就嘗試申請保險 但過程中 這一件歧視 引發了八卦雜誌的興趣 大家去找壓力的背景 再看壓力的背景 原來他幾年前 他已經幫他上一任的太太 上一任的partner 買過一份保險 當然那時的保險 是沒有那麼大 那時大概是1000萬日圓 1000萬日圓 其實在那個年代來說 都是一個不小的數目 所以保險公司看到 怎麼這麼奇怪 還有阿力這個人 都可以這麼說 黑妻命 剛才雖然說他上一任太太 都是死了 都是拿了保險 但原來他有第一任太太 都是過去幾年間的事 都是八十年代的事 他太太都是三十多歲 不過沒有買保險 但是都是死於心臟病 是很近的事 去到壓力一路追保險 保險公司局 都可以一路不去付款 上去法庭 當時已經是1990年 壓力繼續回他一份汽車廠的工作 上了庭的時候 剛才我說了琉球大學的學者 就拿出一些證物 原來他私下去化驗 發覺你座子裡面 留下的血液 那三十CC 裡面有一種叫烏頭熟 一種很劇毒的毒物的成份 在裡面 很懷疑 其實會不會阿力 落毒毒死太太 但是烏頭熟 那個毒發的時間非常快 快則是十幾分鐘 三四十分鐘一定是會毒發 那不如我們看看烏頭熟 其實他大概是一個很鮮艷的植物 你完全猜想不到他的毒性 是可以足以毒死一個成年人 補充剛才阿波所說 為何一個毒發時間 半小時內 為何可以拖到一個半小時 由乘飛機去到酒店 才發現有一種物質 可以抵抗這個毒力發作的時間 原來阿力發現 研究到烏頭熟加河團的毒兩樣 撞在一起 是會令毒性延遲發病 亦都製造他的不在場證據 李佐子去旅行的時候 幾個朋友同行 他們都說 跟警方作供 李佐子說 老公經常給一種膠囊 他說這些是補充的 每天都在吞服一顆 那時候都有 相信阿力平時當然不會真的毒藥 是那天要來行動的時候 給了一顆膠囊 那裡應該有烏頭熟加河團的毒性 幸好當時琉球大學的學者 留下這麼重要的線索 才能破到這件案 當然不是一開始就知道 警方當然去介入調查 過去他買了幾十盤烏頭熟 另外原來他向漁民買了 是一千條的河團 聲稱他是一個教授要研究毒性 還有他買了一百多二百隻白老鼠 然後他發現這個人看了很多外國論文 以及訂了一些實驗室用的工具 原來他過去租的那間屋 那間屋是有和室的 就是破碗塔塔米的那間屋 警方到之後他租了三四年 在塔塔米裡找到烏頭熟的毒性 最後阿力是判了多久 判了終身監禁 不過他坐不上 它不是假式 原來他在獄中已經病死了 這件事我覺得是很後排的 如果他真的不貪心 其實不會抓到 他的樣子其實是幾和愛可真的日本叔叔樣子 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個日本叔叔 小生的大叔 我不會覺得他共同極惡 是啦 他不是 他做的手臂是很溫柔 很細緻的 我覺得是這樣反映到一個精神 就是日本人是否做一件事 都是有象仁精神 我要研究到他極致 反而我最深寒可能自己都是女生 我很代入莉佐子的心態 到底我認識一個伴侶 我全心全意愛他 但原來他由第一天來夜總會的時候 他已經是想殺死我 那是最深寒 因為他們結婚四個月 莉佐子小姐就死了 在阿力殺他老婆的時候 他有沒有一刻私宜過 我不想殺他 其實說回日本好像很遠 好像不關我們事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 其實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都有 我講一件事我自己比較深刻 以及比較近的 就是2010年有個叫周偉基的前保險從業員 他認識了一個叫陳凡的女生 這個女生其實很慘 他由一個隻身孤影 在中國內地湖南來到香港 打算去拼搏闊一番事業 但不知為何他在這個途徑中認識了周偉基 撕完周偉基之後 跟阿力一樣 他也是很快報入一個戀人的關係 報入戀人關係之後 都是一如既往 就是幫這個陳凡去購買了280萬的保險 然後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一個人壽保險或意外保險 輸了一定的時間才去生效到 好了 那幾個月之後 買了這份保險幾個月之後 在2月的時候 某一日這個保險單生效的時候 周偉基在那一日急不及待 就將同他的朋友 將這個陳凡一起扔了下海 期間原來陳凡好像可以有少許游到水 或者怎樣 然後他居然是跟另一個朋友 然後按下海 殺死他 作為一個女性 我會很想知道 她是研究了之後 才突然間叮一聲 覺得這件事可以用來騙保險 還是其實她第一天開始 要研究用毒 就已經是想壓前 這個是我反而很想斟酌 到底一個男性是否真的可以狠斟 從認識伴侶的第一天開始就要殺了她 我覺得是看看你有沒有愛在 還有日本這個風俗文化 其實都是很值得大家討論 因為其實可能以我所知 一些日本女性可能高中畢業 即16、17歲 其實已經是從事這個風俗行業 風俗行業 其實他們的生命很短暫 剛才說回李佐子 那個年紀已經差不多三十多歲 其實她知道她在夜眾會的生涯 總有一天熱結 所以就會這樣 你在類型的角度 你會怎樣看呢 Wubi 我想在於李佐子當時的心態是 她有點嫌棄自己 甚至有點自備 即是相信遇到一個 應該是真命天子 甚至因為看資料 是說她每一天都去支持她 以及很強烈去追求她 指名到性要李佐子小姐去陪她 即可能受到這種熱烈追求的時候 加上少許自卑感作祟 她會很容易去接受這位男生的追求 保險應該是想保障自己 又或者保障自己愛的人去投保 但最後她會變成一個工具 即我們回到李佐子的心態入面 即她從第一天開始 那個伴侶就連職業買了保險 她可能甚至是一概都不知道 每天吃的那顆膠囊 她以為是保障自己健康 但原來是毒藥 其實她到死那刻 都仍然深信阿力是很愛自己的 因為我看資料 是有說她上飛機那刻 甚至她想陪阿力回到東京那邊 即她連朋友都可以不顧要陪她回去 就是不想跟她分開 所以她是帶著愛意地走 是否大部分這種 即金錢上、保險上的一些情殺案 兇殺案不應該說情殺案 其實都是男性的殺手會比較多 我忍不住說 其實日本有好幾宗 他們稱之為毒婦 為什麼會毒婦呢 他們不是用毒 而是他們心腸狠毒 其實他們都很老實說 樣子都是不太行的 不過為什麼可以殺到連續殺幾個男人 因為他們雖然樣子不太好 但是她專討的對象就是一些中高齡 比如50、60、70歲 一些單身的男性 她的手法是什麼呢 兩個不同的手法 其中一個是叫木島皆苗 她用什麼手法 她就是用這些中高齡的男士 她就買了一些炭爐回來 讓他們喝酒 喝醉之後 然後在她的家裡 讓她睡著了 在現場放炭爐 然後製造一個效果 她燒炭自殺 江頭神丹貝亞 她說過一條江線是不足以照亮的 但如果很多江線聚集在一起 就可以照亮一些物件 其實跟我們今天木頭屬這件案 都是因為壓力太衝動 例如她這次 第1、2任我們不說了 因為已經無法插拷 到底她真的殺還是怎樣 第3任 其實保險公司拒絕了之後 她依然不停上訴 要求要那個保險金 才慢慢將這件事在5年後被揭發 其實我們追溯回現在 金錢永遠都是萬惡 這句說話是古語 但是很對 保險金殺人都是為了金錢 但我會建議這些想騙錢的人 你這麼好的腦袋 不如你改為將它寫成推理小說 或是學畫漫畫 畫一些明星探柯南 金田一、少年事件簿 不是一樣 又合法 又可以讓人看到你這麼極的想法 無論如何都好 兩位企岸迷一聚首 今天都分享了很多各種 關於保險金片取的案件給我們聽 但無奈的節目始終要有完的一刻 我們都需要跟觀眾說聲拜拜 希望下次可以邀請到大家再上來 我們先跟鏡頭說聲拜拜 拜拜 記得訂閱果子啦 還要按下小鈴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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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